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有这样的疑问是因为俄罗斯官媒报道 俄国当局正在暂停扎波罗热核电厂的运作 起因是乌克兰军队不断挑衅 那么这是俄罗斯官媒塔斯社的说法 8号他们有个报道说 俄军声称乌方已经开始释放卡科夫卡大坝的水 导致水库水位上升了17.08公尺 俄罗斯当局因此暂停了扎波罗热核电厂的反应炉 而在前一天 一名俄国官员表示 已经从核电厂附近的区域撤离1600多名居民 而其中660人是孩童 国际园能总署署长葛罗西也警告 这座核电厂周围的状况可能很危险 他呼吁采取措施 确保他能安全运转 至于前线战场 一度说要撤出巴赫姆特的俄罗斯瓦格纳佣兵团 现在改口说他们不撤了 而不管瓦格纳怎么样放话 乌克兰部队没有松懈 最新报告就说 俄军在巴赫姆特已经阵亡 超过10万人 马路旁挖个洞架炮弹 巴赫姆特城镇站这样打 坦克穿梭 美国几秒就有爆炸声 这是乌军第93机械旅最新战斗画面 到现在巴赫姆特还在火力拼斗 俄罗斯号称有新进展 但离完全控制巴赫姆特到底有多远 来自上级的时间压力 因此乌克兰发现俄军又在集结 为了多巴赫姆特无所不用其机 连领弹都用上 爆炸火光天女散花 只是俄军光自己人就搞不定 上星期大骂俄罗斯国防部不给弹药 瓦格纳领导人扬言撤退 交给车臣部队接手 结果短短48小时 瓦格纳态度大转弯 原来是国防部来摸头 两天前喊撤现在似乎又不走了 瓦格纳一边称赞有末日将军称号 去年底短暂带领俄军公屋的苏洛维京 一边有大骂俄罗斯国防部长肖伊古 和参谋长吉拉西莫夫 同时传出俄罗斯副防长米兹因赛夫 遭到撤换后马上加入瓦格纳 恐怕难易亏俄罗斯内部挺不挺瓦格纳 派系分裂多严重 乌军全面反攻前 俄罗斯不敢轻举妄动 乌克兰正这个时间到德国继续练兵 而俄罗斯国内也很不平静 车子变形翻覆 地上炸出大洞 既是炸弹攻击 导致反乌民族主义作家普里平受伤 俄罗斯倒是很快宣布破案 俄罗斯公布影片里这位嫌犯号称自己是乌克兰特务 是不是真的无法证实 微妙的是乌克兰这次并没有承认 也没否认涉入 TV新闻综合报导 而5月9号在俄罗斯其实是大日子 是所谓的胜利日 只不过俄军最近很拉惨 不只攻击基辅的35架无人机全数被拦截 连几因素飞弹都被乌克兰用美国援助的爱国者系统拦下 因此今天在莫斯科的这个胜利日大阅兵 阴影恐怕抹不掉 一年一度的胜利日大阅兵又要登场 俄罗斯故技重施 享用特殊节日激发爱国心 最终彩排中出现白羊M 洲际弹道飞弹 还有T34坦克等各式装甲车 道路两旁民众驻足围观 都说支持大阅兵 就得试着之前才发生无人机夜袭克里木林宫 就连普京赞不绝口的匕首及音速弹 都传出遭乌克兰以爱国者防空系统成功拦截 比手紧音速弹射程号称超过2000公里 速度达10马赫 照理说拦也拦不住 为何栽在爱国者手中成了大问号 鬼景象还发生在俄国占领区 上千台车辆一涌而出 原来俄罗斯突然要求 札波罗热电厂附近的民众紧急撤离 是否担心乌军将在这区大反攻 留下想象空间 乌军去年收复赫尔松后 目前人持续使用M777榴弹炮 对不远处的俄军施加压力 只是俄军也加强猛轰 导致赫尔松得实施宵禁 居民于尽犹存表示 只能尽可能储存食物减少外出 这场战争持续剥夺 无国儿童的授教权 札波罗热近郊 有校园建筑 尽管大致完好 但学童还是只能远距上课 更多证据显示 俄罗斯武器吃紧 卫星画面拍下 俄罗斯去年底悄悄解封数十台 1940年至50年代生产的 T55老爷坦克车 一次想重新利用 送往前线作战 这款坦克三月时 现身移动火车上 一名俄国军事布洛克影片 证实老坦克就在俄乌战场 CN报导俄国T5老坦克早在波安战争时期 就被英美主战坦克打趴 如今似乎因为制裁奏效 无奈回收利用 18号这天 乌克兰不平静 俄军又对基辅发动无人机攻击 尽管乌军拦截全数的35架 残骸还是造成建筑损伤 同天 俄罗斯也对南部港口城 奥德萨和尼古拉耶夫等地 发射16枚的飞弹 造成食品仓库起火的烧 对于乌军后续反攻是否震撼各界 美军退降 谨慎观察毕竟俄军在南部早有防备 主战会在何时何地轰动上演 依旧是最高机密 与新闻综合报道 台海议题在国际间也是每天被提起 美国前姑亲季辛吉 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专访的时候就说 因为台湾问题 世界正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时期 那么当时季辛吉是被问到 中国大陆准备武统台湾 而美国总统拜登表示将出手协助防卫 季辛吉就说这就是一大问题 可能将演变成为两个高科技国家之间的全面战争 他说就这方面来看 世界正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时期 那么季辛吉也提到 他认为恶物战正接近一个转类点 中国大陆已经加入谈判 今年年底可能是关键时期 季辛吉说他认为有机会展开真正的和谈 好那么同时说到台海就要看美中之间 现在到底情况如何 日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不是在一个座谈里头提到 他还是希望能在今年访问中国吗 而在中国大陆外长秦刚与美国驻大陆大使伯恩斯会面之后 美国国务院也在记者会表示 布林肯想重新规划大陆行程 中国大陆外长秦刚是在8号在北京会晤 美国驻大陆大使伯恩斯 这是2月美方极落疑似大陆间谍气球 使美中关系恶化之后 两国官员之间最高层级互动 根据纽约时报报道 伯恩斯还私下表达 美国对大陆的政策气味改变 尤其是美方的一个中国政策 而美国国务院则在同一天表明 当状况条件允许的时候 古务卿布林肯想访问大陆 而大陆方面公布的讯息呢 则提到秦刚向伯恩斯指出 中美两国之间现在是再遇寒冰 而党武之急是避免两国关系 螺旋式下滑 把好上午大陆外交部长秦刚 会见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 这是秦刚就职以来 两人第一次正式会晤 不能说一套做一套 必须尊重中方的底线 红线 停止损害中国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尤其要正确处理台湾问题 停止继续掏空一个中国原则 停止支持纵容台独分裂势力 大陆外交部随后公布了一张照片 并以新闻稿转述 秦刚说在去年拜习会后 美中再遇寒冰 当务之急是要避免两国关系 螺旋式下滑 同一天下午 大陆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则是在纪念24年前 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的同时 再把美国跟北约念了一顿 近一段时期 北约持续东进亚太 调动阵营对抗 迫害地区和平稳定 已经引起地区国家高度警惕 除了欧战争 台海问题 美中关系近年以来最大变化 是美国击落中国的间谍气球 不过日前 大陆也公布了一份报告 指控美国中情局 才是到处发动网路攻击的 骇客帝国 对于这场会见 以及大陆各种指控 截至8号傍晚 美国方面没有进一步回应 但伯恩斯在日前一场演说中重申 台湾是核心议题 美国从来没有改变一中政策 TV新闻 叶俊宏庄志伟 综合报道 而中国大陆在疫情后 其实也积极展现有国际主导能力 这个月18号19号 就有一个中国中亚峰会 要在西安举行 TVBS北京特派记者陈运文 有进一步的讯息 好确实来看到是当前美中关系 是降到冰点 以及中东关系开始产生一些 负面的影响之下 现在中国大陆要加强 跟中亚国家的合作 所以就在下周 这个18到19号 在西安要举办一场 是中国中亚峰会 所以这时候习近平他亲自主持 并且在这个哈萨克 吉尔吉斯塔吉克跟乌兹比克等总统 会在16到20号 对中国大陆进行国事访问 是加强彼此的双边关系 所以我们看到是有中国的官媒形容说 他们中亚的国家 堪称是橙色十足的战略伙伴 彼此之间是高度的政治互信的 以及是中国一带一路 打击这个恐怖主义 分离主义 以及极端主义的重要伙伴 而至于双方的合作来看到 是在去年时呢 中国跟中亚国家的双边贸易额 是超过了700亿美元 是比他们建交时呢 成长了大有100倍之多 以及呢是从西安出发到 中亚国家的这个中欧班列 已经开通了17条 还有是呢 这个天然气的管道 对中国大陆输这个天然气 到去年底呢 是一共是超过了 4200亿立方公尺 所以呢看到是在去年的时候 这是中亚国家跟中国建交 30年的时候呢 当时习近平就说了 他们认为呢 中国呢始终是中亚国家 这个值得信任 以重的好邻居 好伙伴 好朋友 所以现在呢下周要举办这个中亚峰会了 那有中国的专家就说呢 是东西方两大强权的角力变得比较激烈的时候呢 如果在新的形势之下巩固并推进这个中亚地区国家的关系 是当前北京政府呢 的重大的课题 所以呢现在中国跟中亚的峰会呢 此时召开可说是恰逢其实的一个合作平台 所以不能看出是中国倒想要寻求 就是美国跟欧洲以外的合作朋友 好不过说到跟另外一个邻居哦 传出最近南韩驻北京大使跟中共党报隔空护杠 而且两边用词都蛮直接 这就是从何而起 也请英文大门了解 好确实来看 当正上的比较鹰派的中共的党媒环球时报 现在呢跟南韩政府可说是杠上了 因为呢环球时报是以中英文版接连的发文 批评南韩总统尹熙悦 这导火线呢是因为在日前 尹熙悦呢是表态说台海问题呢不是中国内政 是跟朝鲜半岛一样是个跨地区的国际议题 以及后来他访美时候呢 跟拜登共同发表的是这个华盛顿宣言 都让中国大陆政府呢非常的生气 所以环球时报呢就发文批评 尹熙悦是亲美反中 涉地认对美国最不具有民族独立意识的南韩政府 他说他遇到美国就有软骨病等一些比较激烈的言辞 所以引发了是南韩呢驻华大使馆罕见的发文到这个环球时报去抗议 表示说呢这个相关上是低俗到难以其耻的用字 呼吁呢要换位思考 逢问说如果南韩媒体呢以这样方式在批评习近平的话 那中方做何感想呢 结果什么呢是环球时报 不但没有说裂没有拒欠反而是反击南韩说 不能够就是说以这样子堪称粗暴方式干涉别国媒体的独立报道 还说呢对南韩外交产生了一些一定程度的怀疑了 我们看到是现在呢环球时报可说对南韩总统呢 是料尽的狠话跟丑话 不过他们还称呢是已经尽可能的把话说得客气一些了 就像中国挂入外交部就说呢他们撇清关系了 说环球时报呢不代表中方官方的立场 但是反映出是中国民众对南韩的看法 不过做到就是环球时报呢 看来是个比较鹰派的比较是民族意识的倒霉 所以呢跟中共完全没有关系的话题 外界也是蛮质疑的 好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在南韩境内 其实南韩总统尹席越也面临了不少质疑的声浪 只不过他还是坚持亲美和日路线 前天更迎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访问团 日韩领袖之间所谓的穿梭外交 时隔12年正式重新启动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7号中午率团抵达南韩 第一个行程就释出诚意和善意 来到韩战迅国将士长眠的首尔显中院参拜 而当天下午尹齐悦也为岸田文雄 举行了规模盛大的欢迎仪式 前院完南韩陆海空三军仪仗队 两人随即进入龙山总统府会晤 岸田文雄此行象征日韩领袖互访的穿梭外交 时隔12年正式重启 两国关系终于破冰 两人对加速两国关系发展 有共识一百多分钟的谈话 确认日本让南韩重返贸易白名单的状况 也推动南韩半导体和日本材料零组建产业供应链建立合作机制 还商定要重启停摆十多年的科技合作协商管道 除此之外岸田文雄更承诺 会努力化解南韩人对福岛核废水的担忧 同意南韩在这个月23号派专家团到福岛核电站进行考察 至于各界关注的二战征用功赔偿后续措施 岸田也主动表态 日本朝日新闻点出 虽然并非南韩一直以来要求的谢罪 但比起只表明继承历届内阁史观的立场 岸田这一回的表述更有深度 已经体现出想要修复日韩关系的决心 只是没有听到岸田亲口说出对不起或是反省二字 还是让部分南韩民众相当不以为然 在日韩峰会期间 反对派人士和知识者都发起集会 涌现首尔街头鼓噪嗆瞎 南韩朝野对引安会的看法也非常两极 执政的国民力量党评价日韩关系开启新篇章 不过再也最大共同民主党则抨击 事前所未有的屈辱外交 持续升温的北韩武力挑衅是促神日韩关系重修旧好的关键 这一次引安会对于应对北韩威胁也谈妥强化韩美日三方安保合作 尹锡悦更暗示日本可能加入韩美加强威者的行列 不满韩美发表华盛顿宣言 正在气头上的北韩近期公开举行扩新仪式的消息 在青年学生集会上焚烧以美国总统拜登和南韩总统 引其乐为原型的稻草人切愤 专家分析认为南北韩当前要恢复力行热线 可能还得再等等 日韩领袖的穿梭外交始于2004年 当时南韩总统陆武炫和日本时任首相小圈纯一郎 也是为了贡商朝核问题才约定互访 但期间先是因为小圈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 使穿梭外交中断 2008年李明博失期虽然一度恢复 最后仍因为历史纠葛和领土争议喊咖 普行会上台之后 日韩依旧围绕慰安妇议题争论不休 接着文在寅政府又因为推翻慰安妇协议 让日韩关系降到冰点 就连2018年举办平昌冬奥也没能扭转局面 岸田文雄这一次南韩行 尹锡悦拿出国兵级超高礼遇 晚宴在南韩总统官邸 准备满满一桌韩国宫廷料理 还为喜爱米酒的岸田 端上南韩传统庆州伐酒 尹锡悦就任一周年 坚定清美和日的路线 重塑南韩外交格局 韩美日铁三角重现 也牵动东北亚情势 TBS新闻综合报道 而且现在我们也透过泰国世界日报的报道 来扫描东南亚最新动态 首先是关于泰国大选 选民踊跃提前投票 投票率已经接近92% 泰国中选会是强调选票分减繁琐 所以会出现一些失误 不过没有大碍 只不过同一期时间 民间认为失误连连 所以发动连署要罢免中选会 另外太平洋热带地区7月到9月期间 容易出现二尔尼诺天气 也就是所谓圣阴现象 造成大范围的热浪和干旱 现在民间团体担心 泰国东部缺水 会影响工业农业 可能会加剧通膨 带来经济风险 也来看5月9号到11号 东南亚各国领袖在印尼会谈 持续恶化的缅甸危机是会议重点 东盟一直试图推动两年前 与缅甸达成的五点共识 只不过目前并没有进展 越南知名度假圣地复国岛 最近外国旅客人次大幅下滑 台湾香港往来复国岛的班机 最近也陆续宣告暂停 最后来看印度曼尼普尔省 上个星期一个部落团体的游行抗议 引发流血冲突 暴徒纵火烧毁房屋车辆 种族暴力造成54死 还有大约23000多人被迫离开家园 以上讯息是由泰国世界日报提供 日本刚结束黄金周 可是东京相当的不平静 新人在西新井车站 又装着刺激性一体的咖啡罐突然爆炸 造成两个人受伤 然后在银座闹区 人来人往 正有很多人在逛街的时候 有抢匪闯入名表专卖店 抢走价值超过一亿日元的 三十几只手表 警方是很快半个小时之内迅速破案 而几名嫌犯都不满19岁 免税店内的橱窗玻璃 全被狠狠敲碎 大家对眼前景象全看傻了 这真的不是在演戏 三名戴V怪客面具的黑衣大道 在日本八号傍晚六点左右 闯入东京最热闹的银座 名表店行墙 目击者提供画面 清楚拍下三名持刀 抢匪威胁店员 行墙过程中还出现一名女子 大胆上前想要把门关上 似乎想阻止嫌犯逃跑 嫌犯得手后迅速搭车逃逸 不过就这么刚好 影片清楚拍下逃逸车辆的车牌 协助警方追踪抢匪行踪 事发半小时内 日本警察以现刑犯逮捕四名抢匪 他们全都未满20岁 最小的只有16岁 警方表示四名抢匪得手价值 超过一亿日元的名表 目前还在追砌一名再逃嫌犯 只是这一天的东京夸张案件 还不止这一起 下午四点左右 西新警车站售票机旁出现 咖啡罐爆炸 导致两名后车旅客受伤 警方巡献逮捕四十九岁的 大陆籍男子 他共称只是将清洁剂装回家 详细犯案动机还有待调查 TVBS新闻做不到 说来美国社会现在问题也不少 其中两大问题是移民危机 枪支暴力 而上个周末在德州两起案件 就恰恰凸显问题的严重性 一个是在边境城市布朗斯维尔 一个移民收容中心旁边 有汽车去冲撞路边民众 另外是一家畅货中心 惊传枪响 枪手在人潮最多的时候发动攻击 造成八人死亡 七人受伤 枪声大作 民众顾不了这么多 在畅货中心户外停车场 拔腿狂奔 全家人逛街的好心情 瞬间变成恐惧 美国德州达拉斯郊区爱伦市 当地时间周六下午 一间畅货中心 人潮震多时发生枪击 许多民众被吓到当场崩溃大 一名父亲接到儿子的求救电话 身为退伍军人 也曾经当过警察的他 立刻冲到现场 警方赶到后 当场将枪手击毙 但还是晚了一步 现场至少八人死亡 七人受伤 德州警方确认 枪手是33岁的贾西亚 案发前住在附近的汽车旅馆中 目前还不知道他的犯案动机 但初步调查显示 他在社群媒体上相当活跃 发表的言论与右翼极端主义有关 案发后有民众到现场 盯起十字架 为零难者献花 隔天举办的首页活动 有上百人一同参与 德州对枪击案并不陌生 5月底就是尤瓦尔迪小学校园 枪击案周年 但是一年过去 美国强案阵越来越 兵进民众的日常生活 银行 学校 超市 购物中心 甚至是国庆游行 无一倖免 白宫将向半旗 为死者哀悼 美国总统拜登再度 呼吁国会立法 禁止攻击性武器 并实施构枪背景调查 德州意外频传 南部边境城市布朗斯维尔 周日上午发生汽车撞人事件 一辆SUV突然冲上人行道 将公车站牌的后车民众 全部撞飞 亮城七人死亡 十二人受伤 而且许多都是移民 监视器拍下当时轿车 突然加速的画面 冲撞后车头严重凹陷 可见当时力道有多大 案发地点旁就是 移民收容中心 驾驶是否蓄意犯行 德州警方仍在领清 美墓边境移民潮正与日俱增 因为川普时期颁布的第四十二条法案 容许当局驱逐非法移民 即将在十一号结束 五角大厦上周才调派一千五百名士兵 协助稳定边境局势 但大量移民正从边境一路 往美国各大城市蔓延 纽约市每天平均一来八百人 收容所已经不够用 当局已经开始准备大量帐篷 甚至打算动用甘乃迪国际机场 没在使用的停机库 不过纽约市的预算要求 至今还没有获得正面回应 随着第四十二条法案 效期倒数计时 美国的移民危机 也面临前所未有的重大考验 TVBS新闻综合报导 焦点转往欧洲 法国跟德国 星期一共同宣布 法国总统马克宏 7月将前往德国 这是23年来第一次 法国总统到德国 进行国事访问 现在消息是 马克宏将在7月2号 应德国总统史坦麦尔的邀请 前往德国访问 今年爱丽社条约 签署60周年 也强调两国亲密的邦交 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 也将前往巴黎 与法国外长会面 安排访问事宜 事实上下个月 马克宏就准备前往波兹坦 与德国总理肖兹会面 筹备接下来一连串的活动 那么由于两国关系 因为能源政策 和中国大陆等多项议题 持续紧绷 也因此这次的出访 格外受到国际关注 至于我们的钱包呢 五月报税季这缴出去的都是我们的血汗钱 那么政府有好好运用吗 美国财经媒体CNBC就针对美国的状况做了报导 结果是美国一年有高达2470亿美金 折合台币超过7.6兆的巨额税金 是被浪费掉的 专家分析认为 主要是政府频频大撒币 滥用预算 而这也导致美国债务危机更难解除 2470亿美元超过台币7.6兆 几乎相当于中国大陆一年的国防支出 这么多的税收却都不知道 进了谁的口袋里 2470亿美元还只是去年的数字 过去20年美国因为支付错误的问题 浪费的税金高达2.4兆美元 根据智库推算 美国每年税收当中 大约只有不到两成 是用在一般民众所熟知 政府实际运作上面 很多预算的应用让人匪夷所思 像是一年花17亿美元 在联邦政府闲置的建筑上 甚至砸下2800万美元 为阿富汗部队购买 完全不实用的森林迷彩符 例如大家应该要联系 在联邦政府的联邦政府 在联邦政府的联邦政府 有133公司的联邦 在联邦政府中有15个国家的联邦 只有一种例子 是在联邦政府的联邦政府 在联邦政府中有142亿美元 联邦政府在联邦政府 花了3年时间 在联邦政府中有142亿美元 而且人们还未联邦 长期观察美国预算使用的专家发现 会造成这样的情况 主要还是政府运作的模式 造成水晶滥用 这样大手大脚乱撒币的结果 就是造成严重的财政危机 美国从2019年以来 联邦预算就增加超过20% 去年财政赤字高达1.38兆美元 这也把美债一口气 推升到31.4兆美元的最高点 引爆这波美国债务危机 美国政府不懂得节流 在开源方面更是引起一般民众不满 尽管占全美总人口1%的顶尖富豪 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就占整体的42% 但根据白宫调查 全美前400名的富豪 平均税率只有8% 比一般人要低得多 而且缴纳了让人肉痛的税金 却不见得能获得相对应的福利 2019年美国的自付费用 医疗保健支出 大约1235美元 跟已开发国家的平均值相比 几乎是两倍 美国大学不论公司 利平均的学费 也都比其他已开发国家还要高 专家认为虽然设有美国政府责任 属负责发现税务滥用的问题 但人力不足和难做出真正的改变 美国国会也没有负担起监督的责任 就算提高美战上线 没有解决实际层面的困境 仍然只是恶性循环 纪约新闻综合报道 你来看南韩 五月是南韩的家庭月 有许多跟家庭相关的节日 像五月五号是儿童节 五月八号是父母节 首尔一个驻海美军基地 日前更转变为龙山儿童庭院 作为儿童节的礼物 直播南韩儿童慈善机构 最近发布调查 说在南韩 每八名儿童跟青少年当中 就有七个人因为睡眠不足 或者是学习时间过长 感到生活不幸福 接下来是TVBS新闻合作伙伴 永华news TV的报道 位于南韩首尔的龙山儿童庭院 在南韩总统隐席月 就职一周年前夕 五月五号儿童节当天正式开放 这里从1904年 签订韩日议定书起 由日军驻扎 1945年南韩光复至今 一直作为驻韩美军基地 时隔120年 重回南韩市民的怀抱 而童庭院名符其实 有很多为孩子们准备的空间 公园里的空间宽敞 可以让小朋友踢足球和打棒球 同时园内也摆设 述说龙山基地历史的设施 承诺开放龙山公园的影席月 也在开放第一天 亲自来到公园 五月是南韩的家庭月 有许多与家庭相关的纪念日 五月五号是儿童节 五月八号是父母节 先前统计近七成南韩人 在五月家庭月 平均多支出四十万韩元 折合约九千三百元台币 但开心庆祝的背后 或许不是真的开心 南韩儿童慈善机构 最近发布2023年 儿童幸福指数调查结果 针对2231名 小学五年级到高中二年级的 学生调查 其中有86.9%的人 幸福指数为D 同比增长2.5个百分点 어린이들의 일상을 분석해보니 덜 자고 더 공부하는 경향이 두드러졌습니다 지난 2021년 발표된 결과와 비교하면 수면 시간은 23분 줄었고 공부 시간이 44분 늘었습니다 南韩每8名儿童和青少年中 就有7个人 因睡眠不足和学习时间过长 感到生活不幸福 幸福指数低的孩子 几个主要特点 像是晚睡 宅在家 和独自吃晚饭 或上网等等 전문가들은 어린이들의 생활 균형이 악화될수록 우울감이 높아질 수 있어 획기적인 삶의 질 개선 방안이 필요하다고 설명합니다 专家表示 为了提高儿童的幸福指数 有必要保障 儿童睡眠权和休息权 不要让孩子们学习到深夜 多与家人共进晚餐 鼓励户外活动 让国家未来的主人 有个快乐童年 TBS新闻 综合报道 林淑豪接受CNN专访 他说在台湾打球很开心 林淑豪三分线外收取刀落 今天的第三季三分球 连三场搅出大三元表现 球星林淑豪展现NBA价值 力拼保住高雄钢铁人 争取季后赛的最后生机 林淑豪就任难道 时间管理大师又要来了 三个通心球 钢铁人目前创下最多八连胜记录 而林淑豪本人更是频频破纪录 林淑豪 在台卫斯的面前后仰跳投 他今天是不是要拿40分啊 林淑豪要强打这一波 最后三秒钟 突破了联盟记录 林淑豪的好火球之数 狂砍50分 追凭联盟单场最高得分 好火球之数丝毫没再客气 个人表现亮眼 单场搅出双十或大三元 已是家常便饭 就连魔兽霍华德都抽空 亲自到场为前队友打击 这样的林淑豪 再登上CNN访问 You now play basketball professionally in Taiwan You recently tied the league record for most points in a game How do you like playing there in Taiwan versus the NBA? I've loved it I mean it's an amazing fan atmosphere especially for me Three straight seasons of kind of being in a bubble with no fans And now to be here You know the league is called the plus league 坦言在台湾球场重新感受到满场球迷热情正能量 很享受当下 林淑豪从加盟钢铁人之后 要再复制十一年前的林来锋了吗 一到台湾就投入训练 融入球队 分享自己的经验和事业 他们一抢到篮板 我们不管你的人在哪里 你要快点退防 然后你要补位 不管是中场休息时间 第三季 Big fella got three fouls Big fella has three fouls 第三季 we're just going to keep playing 去攻 继续去攻 继续 还是在场上的暂停时间 他们联防的时候 我们就打很多快攻 drag before the zone gets set 所以我们就快打 不断拟战术 俨然成了球队的军师和定心丸 堪称钢铁人的救世主 在钢铁人的第一场比赛 就先帮球队四连败止血 当时的林淑豪这么说 像我刚刚说的 你们把这个沉默的环境 变得那么high那么好玩 我就是真的很感动 今天会有很多情绪 因为这几年也是算是比较困难的一个经验吧 谈到过去几年 林淑豪确实陷入一连串的挑战和瓶颈 这很难 自由联盟已经很难了 因为我感觉 在某种程度上 NBA已经给了我 2019年7月1号 他正式宣布成为自由球员 7月底回台湾的时候就忍不住泪崩 坦言觉得被NBA放弃了 同一年他转战大陆CBA北京首钢队 尽管一度决定重新追寻NBA梦想 但受到伤势困扰表现不够稳定 再加上在疫情的严格风控 场场零球迷 让林淑豪坦言失去热情 对我来说是三四年 可能篮球的热情减少了很多 因为就是很久没有在粉丝的面前打球 没有观众 走过低潮期 加盟钢铁人是扛下重担 几乎场场打好打满 从连败垫底到有望拼进季后赛 票房话题更是少不了林家兄弟对决 一举一动都是焦点 重回媒体目光 林淑豪则在自己的IG版面说 其他球员也打得很好 介绍自家和其他联盟内球员的好表现 林淑豪分享光环 也说如果再重来一遍 他会和十几年前的自己说 享受当下 尽管有消息传出 林淑豪的好表现再吸引对岸老东家招手 未来还说不定 但是现阶段的林淑豪在PLG大显身手 也再度唤起球迷热情 TVBS新闻综合报道